哈喽大家好 前些天每天都在以几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今天打算开的稍微多一点 200公里左右 目前已经开了130公里 现在在安徽黄山境内 一路啊 全是山路太漂亮了 又看到这种灰派建筑了 灰瓦白墙 前边还有70公里就到 灰州古城了 打算去吃 臭 鲑鱼 下面就是西安江 这里离十里画廊应该很近的 一路上 很多个停车点 都是给大家停下车来 赏景啊什么的 不过就有一点啊 没有卫生间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太远处 什么叫高处不胜寒 前几天下雪还没画呢 竟然在这能看见雪山 一个人都没有 我在这扎乎扎乎还挺好 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抓紧时间赶路啦 黄山这个山和黄山这个寺 我都来好几次了 不错不错 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 大撒灰菜园 晚上就去这家吃 臭鲑鱼 看这小房子 多漂亮 中国灰菜大师 一位 砂锅臭鲑鱼 哎呦还有大撒臭鲑鱼 那这两个应该吃哪个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 最传统的 你如果反正是想吃过 吃不了你这个臭鲑鱼的话 我觉得你再去 砂锅臭鲑鱼啊 行 行我看看啊 这鱼真实上 88一条 哇 这上带的器皿 大不大 来再看看这米饭 呵呵 这什么 我要的是一碗啊 这是 论盆上啊 这碗 喝水的 很沉啊 这个 这爷爷爷 这个湖啊 这也不臭啊 一点臭味都没闻出来 鱼肉很嫩很香 这个 应该算是红烧的吧 红烧的 然后不过下面一直有一个火在烧 加热 很香 88块钱这么大一条鱼 我以为这鱼得有 小两斤 挺划算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鲑鱼啊 它有一点好处是什么 没有小吃全是大吃 看 就这 一整块肉 哇 然后这里 又是一整块肉 最喜欢吃这种大肉 还是吃大肉贵 这个里的辣椒啊 还挺辣的 没事嚼两块 还挺提味的 这家老板太大气了 我要一份米饭 两块钱 给我上这么大一碗 然后过来的时候还来了一句 不够这家 开车的人是不是有个说法 吃鱼不能翻身 要这样 我去看看看看 哎 这边这一大块啊 全是肉 这中间一根大翅 臭鱼啊 我是第一次吃 鱼鱼不臭的 我也是第一次吃 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臭鲑鱼 首先一点都不臭 第二呢鱼肉很细腻 很嫩 也很香 很不错 这么大一份 而且全是大吃吃起来特别省事 很好玩啊 臭鲑鱼88 米饭 两块 随便加 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 那我下个视频 吃饿啥呢 最后 如果想吃飓足 就不错 我不要吃飓足 没有吃飓足 后 你们吃飓足 来